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迷惑就会铸成大错 为什么呢 肯定随身烦恼 不要发明闷了 二十六个烦恼心处肯定是随身大 虽然有十一个善心处 十一个善心处就冰冻了 冷藏了 无其作用啊 完全是烦恼习气当家作主 那你竟敢坏死 尽造我业 你的果报在山土啊 果报在阿比地狱 现前社会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算是非常非常幸运 也非常非常地少数 有信 接触到神仙教会 有信 接触到大乘佛法 千万人当中啊 有这么一个 今天世界上 人口 接近七十亿 七十亿里头 有几个人 真正基础的佛法 明了佛法 大幅度的减轻了 七情五欲的任务 七情五欲包括物质跟精神 七情五欲 六个 喜怒哀乐哀悟 这六个是精神养 后面那个欲 欲是五欲 财色明十岁 那是物质环境的养 我们还是受染污 受得轻一点 没那么严重 遇到尽踪 遇到无量寿 遇到阿弥陀佛 那是不幸当中的大幸 为什么呢 这一生当中 可以脱离舍法界 可以移民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就肯定一生成就 就证得究竟圆满了 这个缘分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 盆济清 居士说说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的一天 你怎么会碰到了 碰到的人不少啊 成就的人不少啊 这什么原因 碰到之后啊 你自己的 善根 福德 应远 不具足 你会退转 你还是会去 高六道轮回 你没有能力 抗拒这些人物 你没有能力 不受外头进阶的影响 你没这个能力 所以你还是 我念 我行 止不住啊 善念善行 不能相续啊 所以善业 不能成就 我保 我国 你逃不脱 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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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